之前你记不记得 刚开打没多久 泽伦斯基就说 拜登来来来 到我们这个基辅来 到乌克兰来 他很希望这个拜登去 那拜登怎么可能去 开战来 这个美国总统 怎么可能会过去 但现在到了3月24号 拜登要到北约峰会 再加上现在基辅的反攻 所以是不是 已经有消息显示 谈判可能是已经 双方可以达成一些共识了 拜登是去收割的吗 是吗不知道 那他既然都已经到了欧洲 他要不要干脆就顺便 去基辅做一做呢 去喝杯咖啡呢 白宫发言人说 拜登会讨论北约智利 因应俄罗斯的一些问题等等 但是对于这个 要不要跟这个泽伦斯基见面 目前是没有规划 他会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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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他三个国家不是都去了 人家还坐火车 好勇敢的都去了 所以拜登会不会去 我稍后来问一下 还有呢你看到 拜登去要干嘛 还是要施压吗 什么人道支持跟其他挑战 当然是这些了 那泽伦斯基的部分目前不确定 那还有 我也想请这个 帅将军来 我想请帅将军特别谈一下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现在不是到处在制裁吗 除了军事之外 你知道最近谁被制裁 谁被欧盟制裁 匈牙利跟波兰 制裁波兰 你知道吗 制裁波兰干嘛 人家波兰是个大苦主 对不对 波兰帮你这个 乌克兰收了那么多的难民 现在华沙都说 我们华沙已经不行了 我们华沙需要国际的援助等等 你知道这个华沙的支援者 其实我今天看了很多细节 我觉得蛮感动的 华沙很多志愿者呢 他们就是一些学生也好 一些上班的志工也好 他们就是利用自己下班的时间 下课的时间 上学之前 上班之前 这些零碎的时间去支援 还有假日的时间去支援 他们也要去上班上学等等 所以呢 在接下来人数越来越多的 难民的过程当中 整个波兰的 基本上他们自己的一些运作系统 就快要崩溃了 波兰真的是吃不下来 所以你去制裁波兰干嘛 那你只是要看一下细节 欧盟投票 478票比155票 压倒性的要去制裁波兰 搞了半天 他的罪名是什么 就是说他对俄罗斯的这些制裁的一些表态 不够坚决 不够坚决 怎么样不坚决呢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战争那件事嘛 你记不记得 当初叫他提供米格给乌克兰 但波兰怎么敢 我提供的话 我不是等于卷入了吗 那我不要啊 好啊 但是你美国老大压着我 那这样子吧 我就即刻无偿 不要任何一毛钱的送给你美国 然后拜托美国你比较强 你去捐一下 结果美国气炸了 因为他没有跟美国先商量 美国国防部马上就呛波兰 你这个方法不但不可行 而且不合逻辑 打枪你 堂堂波兰政府做出来的决定 不合逻辑 所以那现在是怎样 美国报复 拿着欧洲议会来报复他 所以借大使今天看到这个东西 我看到一个大陆网友的评论 我觉得也很好笑 他说波兰真是很冤 比豆鹅还要冤 你知道 没错 因为波兰人 长久以来是 以前最大的威胁是苏联 这些老不信 这个抗恶的情绪 本来就有 历史情节 第二个波兰跟这个乌克兰 它是语言人种都类似 所以都有血缘关系 而且都有来往 所以你看波兰的援助难民的行动 超乎你想象 已经超越它本身的能力 它都拼命援助 第三个 这个美国为什么要制裁波兰 因为现在要给乌兰送武器 送飞机 它必须走波兰 这个最便捷的一个地理因素 那你拼拼老大讲的话 你不听 而且还给他一个难题 可以啊 我给你 你送啊 你没总送 你叫我送 对啊 所以这个给美国这个耳光蛮大的 对不对 而且就暴露出你美国 你又想支援乌克兰打 你又不敢出名 北约呢 又不敢迁入 你让我去犯这个 犯这个忌讳 那苏联打完乌克兰顺便给波兰一个教训 也是 他想用这个收了 他觉得乌克兰去拖住俄罗斯还不够 是不是 还要再加个波兰 因为将来对乌克兰的地下资源 军火的资源 还需要波兰做很大的付出 因为只有波兰跟他的乌克兰的地境线是相通的嘛 最近嘛 将来这个乌克兰的后续的战争都跟波兰很有关系 所以你要看啊 美国的策略是说这个仗打得越久越好 那你轮车斯基你不能够太早就达成协约了 那你要怕没能力呢 我就用波兰不断地给你送 因为乌克兰现在还有两个底气的东西 第一个 吉普很大 吉普附近还有很多乌克兰的部队 是不是进入了 这个值得观察的 第二个 乌克兰的老不幸被打以后 乌西的老不幸大部分是乌克兰人 没有俄纪的 所以当家国被侵略的时候 当然民兵就会源源增加 所以我们给你看一个数据比数 俄罗斯打进乌克兰的部队最高是20万 乌克兰本身部队22万 但是装备啊训练都比较差 但是呢民兵不断地加入 它的数字是往上增的 苏联的部队在乌冬占领那么多城市 又要维持这么长的补击线 它的兵力是分散的 所以吉普这个仗 不是各位想象什么39个小时 72个小时就结束了 因为美国资源的都是打 城镇战巷战的武器 包含次争包含标准飞弹 所以这一玩意儿就让吉普还可以撑 撑一段时间 还有我们可以显现出俄国的兵力不够呢 你南部是已经打了很多个城市 但是要封锁南海岸线还超一个奥德萨 其实欧盟现在已经快要变民进党化了 你知道他马上就变了一种 现在就是一个欧盟价值 谁违反这个价值 谁就要必须要被我制裁 因为俄罗斯违反这个价值 所以我们就要把俄罗斯踢出去 他为什么不去制裁德国呢 德国在这个石油境遇上 在很多事情上也不是很配合 德国自己人啊 所以我说他是民进党的这种作为啊 波兰跟逊亚利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人啊 他们都是欧盟东扩之后才被纳进来的国家 所以本来就只是利用的 只有利用的价值啊 那现在丢弃你刚刚好而已 那我觉得波兰其实 他们接纪这些乌克兰人是发自内心的 而不像一般国家是被迫不得已的 那现在欧盟也看准了 你们既然有情感 那这就是你的事啊 就你的责任啊 就你的宿命 对就全部丢给你 谁叫你跟他有感情 那你怎么会的事啊 反正爱到甲餐戏 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也不管你的啊 我们的网友都说波兰太冤了 是所以我觉得你欧盟这样做 其实波兰当然因为他跟乌克兰 确实有感情的关系 他们可能还是会继续接纳 可是波兰是承受不起这样的代价 波兰已经在呼救了 对因为他的经济本来就不好 那你一下涌入这么多人 不要说波兰了 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办法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理论上来讲 欧盟现在应该是要全力去支援波兰的 是啊 结果你反而去倒打一把 去弄他 那老实讲接下来既然你要制裁我 我是波兰 大概我现在是有苦难言 因为我必须要靠你们去 可能要支出我一些金额 我才能够撑得下雨 才能够去救援这些难民 但是将来长期一定会对波兰 产生不利的发展 特别是乌克兰战事还没有结束 乌克兰战事最后的结果 很可能 我个人认为 很可能乌克兰不得不接受一些 相对屈辱的一些条约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跑不掉的事情 因为毕竟俄罗斯的军力 还是比较强大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到最后本来 欧盟就是那个北约东扩的这些国家 到最后一个一个 可能到最后会靠到俄罗斯这边去 因为他会看清欧盟这些人的手脚 搞了半天我只是你利用的对象 你只是要利用我去打击俄罗斯 那既然你对我这么不牢靠 我遇到出事的时候你没事要弄我一下 那干脆我跟俄罗斯站在一起好了 所以我觉得欧盟这种做法是完全失当的 你本来应该要去赶快去协助人家 理论上来讲应该拜登飞到波兰去 赶快宣布说 比如说我提供100亿美元 就是来协助这些难民或怎么样 搞了半天去制裁波兰 对 结果你反而去搞这一套 然后匈牙利也跟着一起挨上了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国家 未来我个人认为 只要这次的战事与结束 慢慢慢慢这些欧盟过去 跟北约一起东扩这些国家 可能慢慢会解离掉 我们毅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这真的是 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